今天九萬人報考的統測 今天登場 也是這波歐敏狂疫情爆發之後的第一場 大型考試 若在應考中接獲 衛生單位通知確診消息 就會立刻被請出場 後續改採外加名額方式來補救 引來了很多的師生批評 認為這是漠視權益 而算下來考試 第一天已經超過兩百名考生確診 超過兩千人在隔離市場考試 雙雙創下新高 讓考生的壓力被增 首伸出來噴酒精是進考場第一步 通測30號正式登場 高達7.9萬名考生報考 而這也是Omicron疫情爆發後 首場大型考試 不讓家長陪考 居隔居檢者通勤則開放 親友接送或自行前往 但就怕有考生考到一半 接到衛生單位通知確診 因此更提前備戰 整輛遊覽車開進校園 讓許多考生嚇了一跳 原來是一旦有人確診 將立刻被請出場 通知1922處理 而同間考場的考生 也將被遊覽車載走 去另一個考區 如果硬考中被通知居家隔離 也要改去隔離市場 入場量體溫發燒 則是移去防疫市場 讓考生難免憂心忡忡 算一算截至三十號早上九點 確診考生人數來到兩百三十四人 隔離市場考生更標迫兩千人 然而考生一旦確診 將立即停考也沒有補考機制 只能改採外加名額方式補救 引起大批師生不滿 痛批歧視高職生實在不公平 更怕因此錯失高分群學校 跟令人擔心的是 同策接下來第二天 將遇上台鐵勞動節集體休假 考生交通上恐怕面臨難題 雖然教育部打包票 將補助全部交通費 但種種變數也讓這次考生 壓力倍增 借一致想留聲台北聰報道